近期甘肃天水麻辣烫在各视频平台火爆出圈 3月15日在天水市秦州区 此前率先走红网络的几家麻辣烫店铺 依旧被围得水泄不通 不少游客及自媒体博主 再次为一份美食奔赴一座城 我们自从宝机来的特别好 还不错主要是辣子非常香 值得排队 非常感谢你们的沙吉珍 还有你们的苹果非常热情 非常感谢你们 昨天排了两个多小时 没有吃上 所以今天不吃到甘肃天水麻辣烫不死心 所以今天又过来排了 天水这边的麻辣烫 它用的是天水干果辣椒 其实它看起来很诱人 但是又很温和 所以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下 将各类菜品在一锅秘制滚汤中烫煮数分钟 装盘盛碗后撒上花椒面等调味料 再浇上一大勺红烟烟的油泼辣子注入灵魂 嗅着辛辣鲜香的味道 专程清理寻味的大批食客 甚至不去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排队等待 据麻辣烫店铺老板杨基斌介绍 主菜的汤要熬制四小时以上 当地香而不辣的红油辣子 就是天水麻辣烫的灵魂所在 看了22年了 一次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开这个店 我们的辣椒是本地的辣椒 花椒是我们本地的花椒 辣椒是开心的红红的香而不辣 是香的一种 今天的顾客是六点多 在这个七点就在排队 你看拉着皮箱在 记者实地探望发现 天水麻辣烫火出圈 与所用产自本地的各种特色食材 佐料关系密切 一些承载这份美食灵魂的调味料 甚至已有数百年历史 也是甘肃近年外贸出口的金字招牌 如其安花椒 甘古辣椒 即成就了麻辣烫前两个字 也不乏定习土豆和宽粉 兰州鲜蔬和张燕海鲜等神助攻 今年过年期间 不少外地的天水游子 回家品尝麻辣烫 在网络上分享记忆里的家乡味道后 天水麻辣烫也逐渐被各地网友所熟知 本身这个没火之前 咱们天水本地人 就多数人都喜欢吃麻辣烫 因为是咱们天水的这个麻辣烫 有它的独特的口味 原材的食材比较丰富 这个价格也清廉 咱们协会准备以后 把这个麻辣烫 做统一的标准 食材的这个监督 咱们协会免费的推秀 让它走向全国 除了俘获十颗味蕾的麻辣烫外 长期被当地人所独享的 天水浆水 瓜瓜 粮粉等美食 连日来也不断被网友推崇备制 为了接触这波流量 当地文旅部门 制作宣传海报 优化旅游线路 出台景区 优惠门票 联票政策等等 还将推出 以麻辣烫为主的旅游节会 丰富游客 旅游体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